日前有一名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猪入罵老荣民引发公愤 国民党多位县议员今天在宜兰市中山公园召开记者会 高喊拒绝族群歧视反对撕裂族群口号 之后更会要求县府推动反族群歧视自治条例 捍卫国民基本人权与维护族群和谐 洪素猪入罵老荣民事件已多荡漾 那些受误的言语继续刺进老荣民心头难以平复 所以说台湾有这么稳定都是靠大家 我们还是谢谢大家 我相信它是少数人的意见 那也希望是说在我们中央或是地方政府 对我们整个老兵的照顾应该是大家 起立一条心那台湾我们才会再进步 我是38年跟我父亲来台湾 我台湾三岁 我今天70岁了 我看来生活很难过 我讲实在 我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 我是第二代的农民 不应该施的族群 我们今天来台湾 我把台湾当中自己家一样 不管对于我们外省人来说也好 还是本省人 山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甚至于这个新住民 大家都一同生存在这一块台湾的土地上面 我想我们都是同胞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尽量不要说出一些伤害彼此感情的话 让这个社会多一点包容跟体谅 国民党多位县议员 今天在宜兰中山公园召开记者会 高喊拒绝族群歧视 反对思略族群口号 之后更会要求县府推动反族群歧视自治条例 捍卫荣民基本人权 与维护族群和谐 我们国民党团议会也会在提出反族群分裂自治华 这方面来做一个议题 让我们管政府来重视这方面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对这样的一个认同感 必须由大家一起来 不要再有这样的分裂 非要这样的撕裂的一个状况 希望大家都能够正如以往一样 能够是一个快乐和平的一个社会 大家相处都获尚的容纳 相信今后我们共同要再更团结更和谐 对此县府回应表示 反旗群法并非地方单行法规 而是全国必须贯彻的准则 因此希望立法院能早日催生反旗群法 也请国民党议会党团促使同党立委全力推动 确实落实台湾的自由民主与公民人权 宜蘭新闻记者黄珠和曾布道